各位新聞來看英國倫敦有一個政策在 十九的暗時又團出一件名案 實際上是英國公佈的公司電台 很出名的賽馬評論員約翰杭特的太太 還有她的兩個女兒 幾乎早晚的母親也領到這26歲的嫌患 這部內容以體育新聞為主的英國 BBC 第五電台在報台 幾幾乎乎乎都知道的 賽馬評論員約翰杭特 在倫敦社北部修訂部署的騎駕 撤到暗時團出後派人提示二宮走進去懷案 警方報告協定發現路主郎跟兩位女兒 受當兇會悄悄地當中失望 警方跟25歲死者路醫師的前男朋友 26歲克里夫特設定做嫌患 當晚武衆警察進行大規模的敲步 結果齊敦會報到在克里夫特 他在恩菲爾特定站在附近的望遠 發現他的行蹤 警方跟他送去便宜治療 不過沒有進一步水面 僵犯是怎麼受傷 只說警官沒有開任何一場 在英國有石子宮並沒有需要申請 許可 不過沒有正當的理由在公開中搜尋 是違法的行為 雷正部發言人會按照上新的親家結果 來決定要進一步觀控石子宮 這張三四面案讓英國新聞款都嚇一跳 第五電台在讓原港的統帝裡面 橫用這張意外讓人非常衝擊 表示的盡力來提供協助 間接的天空體育台在社群媒體 這次的大門標示 對這張比招感到最上的比招 並且向杭特跟他的親家朋友戒愛 恭喜新聞 翁飛文 編悅